从这个照片可以看到什么呢 因为周年本来就是这个 以前是深蓝国民党的天下 那你也不要忘记哦 现在在周年就有刘一纠的刘四方 所以呢事实上呢 国民党自己本身在自己的铁票区 为什么会生锈 然后呢 当然韩国瑜是一个非常聪明啊 反应非常快的人啊 所以你看他造势这个样子 人算门多了 算是这几年以来 在高雄很大的一场了 那么大概有一万多个人 不过你稍微仔细地看的话呢 旁边还是有一些空隙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塞得满满的 紧贴得满满的 那么上面这一场是陈其迈的造势 大概估计是三万人 因为这空中拍的 所以做不了闭 所以呢你上面有多少人 细细角角一大堆对吧 还溢出 那这是一个事实 当然啊 这个可能国民党韩国瑜 他们又会讲说 因为可能是场地的关系啦 还是因为能够找到青菜啦 这旁边还有看不到的就对了 龙青菜有什么呢 如果碰峰就可以得到选战 大家都碰峰就好了 我说陈北吧 碰峰可以得到选战嘛 那么就好像之前 那一位许昆源 也就是国民党进展的议长 他说他上台说 韩国已经赌赢了一趟 OK啊 那是哪一个民调机关嘛 不妙 他说陈大 那韩国也加码说 成功大学是很有公信力的嘛 结果成功大学出来 站出来说我们的老师 跟我们的民调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东西啊 那许昆源又说是一个亲律人士 是什么人你讲出来 是讲出来嘛 你讲不出来吗 你讲不出来 人家你不要怪人家怀疑你是造假 是说谎嘛 那成大是谁 你也讲不出来嘛 然后长安这个台中 国民党台南区的这个圣公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高担部主委啊 谢龙介嘛 对吧 议员啊 然后他又说 你哪一趟 那都没关系 你哪一趟算不上六十趟 还是八二趟都没关系 你送就好 你国民党你送就好 不然就跟你找问一下 还是国民党 用什么样的做 今天也有一些民调啊 我的民调的取样是多少 一千多份 然后上面的题目是多少 年轻人是多少 你都要列出来给大家经得起考验嘛 你说杨老趴 我个人非常的好奇啊 我常看到他说杨老趴是有个心理 你们第一个疑惑是 因为旭龙介没有了赖清德 都不知道怎么呼吸空气 你知道吗 然后你说杨老趴 你还没交出来 说到底你们国民党什么 你们做是什么 采用是一千个三千个 八千个还是两万的 到底是怎么做 你要交出来嘛 你要给大家一个公信嘛 我个人严重的怀疑啊 那不是毕雕做的 还是杨老趴做的 还是欧白龙君做的 你不能侵害坑口白话 那我也可以讲啊 我也可以跟你说啊 把你应该去 本身民党都在一起做的 这个民调里面 内部民调里面 都是迎二位数嘛 现在差得最接近 10%我也可以这样说啊 实际上也是这样 对不对 你们怎么说 其实都没关系 提振设计就好 没有人家的事情 问题是你不能欧白说 你要拿得出真凭十句出来嘛 要不然这个场子就 这个现在的这场选举 就变得一个 大家都碰碰就对了啦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我要呼吁一下 我们为了怕选前十天 有人用假民调 想要这个影响嘛 对 你不能不记住 宋楚瑜一直很在乎了 两千年的假民调 国民党怎么说 哦 宋楚瑜已经边缘化了 连战跟陈水扁 已经两个人非常的 陷入的误差范围之内 差多少 陈水扁开票出来 四百九十七万票 连战两百九十二万票 哦这个误差范围还真大 你知道吗 两百多万票啊 所以为了怕有这个假民调 所以后来才规定 选前十天不可以做民调 我跟各位保证 依现在这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可能选前第十一天 突然间有人跳出来说 我们六都 拼拼拼拼拼强拼拼拼先内打 民调都赢十几% 那我问你啦 那时候 你都面对这样 拿不出你是在哪里 用什么方式做点民调的时候 我现在就在提醒民间党啊 嗯 这是 Dise Neden 这一套是以前 他拿来骂民进党的 现在还在骂民进党的啊 我现在回敬你啊 所以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要不然你也拿一个东西 真正一个民调 因为 대표 LIN WORTH 那你拿真评数据出来给我们看 民调是一个参考 但不能用假的民調 想要影響所有的盤勢 这是非常非常恶劣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谢龙介在刚刚瑞德哥说 可能现在缺了赖清德市长 并且是赖清德行政院长 所以他好像感觉上没有什么舞台 所以直接他这个是在什么 他这个说法的时候是在 其实高斯伯 就是国民党要选台南市长的 这样的造势活动上 谢龙介说的 亭妃也是来自台南 谢龙介为什么特别关注说 陈其迈输6% 不好好的讲一下台南的选情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就很奇怪了 你在台南高斯伯的造势场 去讲高雄 就表示说 你所放出来的讯息 就是真的一个讯息 那就是要传来一个假消息 要振奋他们自己 所谓的他们内部的士气 来营的士气 对 就是说他的场合 很清楚嘛 就在高斯伯的造势场合 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所以在国民党的支持者里面 然后去丢出这个假消息 假讯息 其实要讲民调很简单嘛 你就把数据拿出来啦 营6%是营哪6% 然后营在哪些区域 让我们看一看 对 其实谢龙介 我说真的啦 他确实是一个 只会用负面选举的一个 所谓的助选员 我想我从过去跟他大概是交手很多次了 我初选的时候 感受盛生 对 跟他在对选的时候 大概都知道 在台南立委就是我跟他对选嘛 所以他基本上你知道吗 他可以用了一台广告车 反正从头到尾不讲他自己的证件 从头到尾就是莫须有的骂我 就是骂我一顿 然后大家莫名其妙 但是他也不讲谁哦 他就用他的广告车 然后大街小巷一直骂 就把对手打垮 对 没错 所以我用这样的例子 他在这个庙口 讲话也都是这样 反正从头到尾你都听不到说 他要讲什么证件 就是骂人 所以很清楚 他这样的一个手法也是啊 他讲不出到底国民党好在哪里啊 如果在肇事场合 你应该是说 我要替台南做什么 我们期待台南可以做什么样的翻转 你看讲不出来 就是讲不出来嘛 所以才要去用假民调 假消息 然后去振奋自己内部的民心 可是这有用吗 我觉得说今天一路来 我们看到的是国民党造假的民调 现在不是民调啦 是民调啦 现在不只是谢龙介报假民调 假民调 其实我们看到吴敦义 不是也讲了这些 大家看一下 这听得下去吗 吴敦义你说的 我为爱河整治花费很多心血 爱河整治几乎是我们完成的 我的老天爷啊 拜托你去问一问高雄人 大家听这句话听得下去吗 这算加分吗 这不是加分 这不是加分 这是完全知道国民党就是用那种说谎 北蔡的方式在选举 所以北蔡基亚真的就是北蔡基亚 爱河谁整治的大家都知道 谢长庭 而且当时候我们用了多少心力去整治爱河 高雄的水不能喝 是谁让他可以喝的 谢长庭 结果呢现在居然吴敦义失智了 或是他忘记了 还是他认为高雄人都是健忘的 不会 高雄人记忆非常清楚 爱河从臭水变成现在 我相信大家可以在上面 可以游轮 可以在旁边喝咖啡 然后看到美丽的灯光 结果你知道他怎么说的 他说后来的人买了两条船 载人在河上航行 就说爱河很干净了 再做一些霓虹灯 大概就是这样了 你看 他把人家的攻击 震机缩成这样子一文不值 这是好像后面的人只是买了船 然后坐了霓虹灯就对了 对 真的是如此吗 当时候吴敦义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你 台南跟高雄很接近 当时候爱河根本就凑到 没有人敢下去 甚至你说在旁边散步 根本不可能是谢长庭 把他整治好了 然后把他带动观光 周边有霓虹灯 可以在那里喝咖啡 甚至大家可以渡轮 我相信这都很清楚 再来 他说谢长庭一度想背贱 魏武营 好 这个魏武营 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再让委员来做补充 来现场我要让原资 来补充一下 到底这个国民党 6%民调在哪里 还有就是之前 那个高雄讲的说 委托成大 那个1% 那个1%还没有拿出来 现在又来一个6%的 那之前那委托成大 不好拿出来没关系 国民党的民调总可以拿出来 给我们看一看吧 因为谢龙介他讲的是 内部民调 其实坦白讲 各阵营都有一些内部民调 那我在其他节目 我有听过苏贞昌阵营 也说他们内部民调 苏贞昌也是领先侯友仪一部分 所以内部民调就是自己参考 就内参不可 对 但是这种情况是6度都有 也不是只有高雄 新北也是这样的情况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民调就是大家参考就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陈其迈造势场合 人是蛮多的没有多 但其实韩国瑜 他的造势场合 人也是蛮多的 那这个人到底哪里来的 到底是动员来的 还是大家自发性参与 其实这都可以去考虑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 韩国瑜他的确 在人气上面有几个指标 看起来是真的还不错 譬如说他前一阵子 在直播他的剪头法 那同时线上观看人数 就有5000人 那我要跟各位观众朋友 报告一下 同时线上观看人数5000人 这是一个蛮可怕的数字 我以前在新北市政府服务 我们那时候直播拍卖万里蟹 那时候万里蟹还有打折 那同时线上人数只有1600人 所以我自己知道 我有做过直播 我自己知道 同时现在5000真的很多 他第二天去直播吃卤味 更夸张 吃卤味的直播有1.2万人 同时观看 就观看韩国瑜吃卤味 那当然大家会讲说 看的人又不见得都是高雄人 但是高雄人 而且之前还有传出 就是IP还是从对岸来的 对啊 所以对啊 所以会不会是有对岸人 来帮忙充满 我觉得这当然都是有可能 可是1.2万人这个数字 的确是就是还蛮夸张的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那刚刚 陈其迈一直在 我们刚看到他的造势活动 他一直在攻击韩国瑜 其实从这一点来看 他也可以觉得 我们也可以认定说 韩国瑜气势的确是一直往上 因为我们在选举上面 大家会提到说 有一种叫领先者策略 就是我的民调或我的气势 如果在领先的情况之下 通常我的战略都是不理我的对手 我对手怎么跟我叫嚣 他跟我辩论我都不理他 因为我只要理我对手 我就是帮他拉台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高雄这个好像反过来 是陈其迈主动说 要去跟韩国瑜辩论 而且刚刚那个造势场合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他的政见 我们看到片段 就是他一直在攻击韩国瑜 说韩国瑜就是深蓝的打手 反正就是韩国瑜做什么都不对 那现在在高雄 也很多布条 说投给韩国瑜 就是怎么支持习近平之类的 到处都会看到别人在骂韩国瑜 其实你从这个指标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韩国瑜的气势 的确是很不错